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 来 大师 好 hyena得出门 炽软 你们几个听见没有 把这帽子戴好了 快自己 你们俩平时会儿去 大师 我问你 关大岛的那个导火索 是不是你剪断的 盖 你凭什么 你说干嘛地啊 你凭什么不跟我捣乱 说什么说 不一样 关嫂 我交代你的事情 为什么迟迟没有办到 是吧 先生 您说的是贺国勇那本 是吧 玉谱 如果你搞到那本玉谱 我会重重有赏 下去 这件事情确实有一定难度 我已经布置下去了 那就抓紧时间去办 下去放心 我保证全力以赴 洪桌 二零 今天晚上 欢喜吃饭 咱们三个人跟他打滑架 三打一 仙儿得赢 然后劝他 爷 那怀喜也是麻眨桌上一把好手 是的 你们啥呀 忘了 玩力一看 挖个坑让自己往里跳 好 明白了 一万 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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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够紧啊 猛猛 猛猛 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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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猛 来来来来 好猛猛 猛猛 好猛猛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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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要是姓哪 擋不住 不贴钱 坐坐坐 二爷接着坐 走 哈哈哈哈 三饼 又是三饼 哈哈 胡梁把三饼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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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哎哎哎 胡乱 快点快点 胡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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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吃炸 三座 有事說事 要說呀還真沒什麼大事 就是呢時光今天找我 說你父親手裡邊有一本書 是雕刻玉石方面 叫什麼 我時光說 要是能把這本書搞到手 他有重上 你們直接管老爺的要不就行 時光找了你家好幾次 他都沒大意 有這事 等我回家問問他 你別這麼著啊 要是老爺的知道咱背地裡合起他那本書 這事不就砸了嗎 那你說怎麼辦 想哲呀 既不能讓老爺的知道 從事又把這本書搞到手 我合計著 我那一千塊現在也喝 我就不要了 這 這事就怎麼辦行不 但是 一切都在秘密當中進行 來 這就是我聽說的語褲 這就是我聽說的語褲 還有這種事 還有這種事 我跟你爹都生活半輩子了 可從來沒聽他說過什麼玉譜啊 玉譜啊 是關於玉石雕刻的一本書 我 我說你爹 整天晚上鬼鬼祟祟地去密室 我還以為 他去看咱們家珍藏的姐姐玉器去了 娘 玉譜 可比那些寶貝之前多了 這麼重要 那既然是這樣 我得把它搞到手 我可不能讓石齊和白牡丹拿了去 行 這麼著 你現在聽本團座指揮 娘聽你的 誰 老爺 是我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人家心煩呢 這不沒事在院裡逛啊 看到這屋裡邊亮著燈 我就進來看看呢 我去歇著吧 好 我去 娘 你找我 娘沒事不能找你嗎 啥事啊 神神秘密的 娘真看見那本叫玉璞的書了 那你怎麼沒把它拿了呀 急什麼呀 娘這次不得手 早晚我給你拿過來 老爺 書搜的尤先生來了 是啊 尤請 尤先生請 老爺 尤先生來了 尤先生 我們又見面了 請 尤先生 尤先生 請 歡迎您再去蘇州 知道你愛聽平坦 現在又來了一些明卷 可惜呀 現在是日本人統治 哪兒都去不了 尤先生 这兵荒马乱的 你怎么亲自跑到学院来了 还不是想尽点你们贺家的御价吗 事不相瞒哪 自打这日本人来了以后 干这行呢 人心都散了 这御器的产量也下降了 重要的是 日本人也能走了不少 而且还规定 这御史还不能往外晕 你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爹 爹 孝敬您的 我见过尤先生 尤先生好 这二少爷怎么干上航武了 秀延县自卫团副团长 贺怀琪 你来的 何大哥 知道你的难处 但是 你总不能叫着我 空着手回去吧 大哥 要么 你没有现场的遇见 你卖我几块 河沫你的原始也行啊 我也不忘此行啊 尤先生 这河沫玉 现在都是日本人在控制着 我真是无能为力 还请你见谅啊 这样吧 你这一路奔波 也疲劳了 你先休息一下 晚上我为你接风 有什么事情 饭桌上我们再聊 你看这样好吗 也好 管家 去到尤先生休息 尤先生 尤先生 请跟我来 过上去 好 快过来 爹 爹 钱是不是好东西 您老人家不喜欢吗 你不喜欢吗 我也喜欢他 钱多了 不游手 你什么意思啊 爹 他要河沫玉 你给他整几块 不就完了吗 喝了 没喝 你现在买绣炎县 你上哪去搞河沫玉去 咱家不有点日食料 咱们家那几块河沫玉 那是镇宅之宝 那给多少钱也不能为 镇啥咱家 你拿钱在这儿镇着 那多实惠啊 你给拿石头镇啥呀 爹 镇 镇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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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跟着 爹 别跟着 爹 道行通的报警 我笑笑您家 爹 爹 爹 我再不護ị 张作 得啊 喝上了 我给你也弄点 我吃过了 坏姐 玉府的事儿怎么着 我只能告诉你 正在进行东 你吉也没用 谭座 有一笔赚钱的大买卖 不知道 你想不想做 有这好事 你们老爷子能拉下 他不做 或者说他不能做 所以啊 我才想到了你 什么事啊 苏州来了个打 行动于大平和努力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 这个事可以往下流 游先生请 来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苏州来的游先生 这位是苏州来的游先生 这位是我们自卫团的团长 关守德先生 关团长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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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好 坐 游先生 你的情况呢 还记得跟我说了 说实在的 现在搞和墨玉难不难 真难 但是呢 我准备不进去 您好 还有一个本b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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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这件事 千万不能让家父知道 这样吧 我先去奉田办点事情 然后再回来 那我先送送游先生 好 好 好 再回来 游先生请 长座 欢喜 我得感谢你啊 给咱们俩带来这么大一瓶买卖 团队 中国人往往把生意跟朋友混作一堂 生意 为生意 两码事 你放心 事成之后 咱们哥俩二一天作物 毛病了 什么这样 industries 还有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样 不听话不听话 别炸出点 出来了出来了 出来 哎呀没别的 我的意思是啊 你要是跟着我干 将来肯定会有大作为的 我说啊 就是您让我上这儿来 您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这是 哎 这怎么跟你说呢 就是 就是用你的技术 对这个玉石吧 咱们咱们争点代价工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 行 行 行 我 我也不管这儿摸件了 就是 就是咱们 咱们造点儿假 造假 快说 这事儿行吗 这事儿行吗 现在有人要 大批的要 所以咱们呀 就造点儿假的东西 您老看着我干什么呀 行不行 给个同学话 这事儿行吗 您帮我走 先去 我等来 你 给你一晚上的时间 明天早上 成不成 高热 就是 对 这几个孩子都没回来啊 都没回来 你说这几个孩子 真是不够 一天到晚他抓不着个人影 想跟他们说说话都没机会 爹 娘 三姨娘 贝奇 这我没吃呢 我坐在一起吃吧 贝奇啊 前几天我碰上陈掌柜的了 他对跟咱们家的这门婚事 非常的满意 他跟我说找个日子 把你跟他儿子的婚事定下来 你还 选什么日子呀 谁说要嫁给程老五儿子了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给我选一婆的我不同意 贝奇啊 你就听你爹的吧 你爹不是为你好吗 爹 现在都明国了 您说别的事我都可以答应您 唯独这事不行 为什么 他腿短屁股大呀 腿短屁股大他手艺好啊 让我嫁给他也行 那我就死给你们看 贝奇 这孩子 识识来 作坊有人找你呢 贝奇 贝奇 你找我呀 上哪儿去了 我没上哪儿去啊 过来 你会买了 不满芙 别买你了 闭上了 手艺 resto便后我赶紧了 这还差不多 史莱 我跟你说啊 爹今天跟我说了 要把我许给陈老虎的儿子 这不都抄着过好几回了吗 可这回不一样 过两天就要定亲了 过 过两天 这 这可咋办呢 史莱 我想好了 咱们俩干脆跑吧 跑 不 咱俩能跑哪儿去啊 跑到哪儿不行啊 我就不相信了 那离开这个家 咱俩还不能后可饭吃 你都说话呀 这事儿已经容我再寻思寻思了 你还寻思什么呀 你别磨磨叽叽的 行吧 这事儿你放心吧 我想办法 有人没看见 看你 看你 这事儿你放心吧 我可以接下来 这事儿我会放好 这事儿不可以 是儿子 有些人 你怕他干嘛 他能咋的 现在的贺国勇 那不是过去的贺国勇了 东街一跺脚 袭击的滥颤 现在跺脚滥颤的是我关守德 那咱可得说好了 我就干了一次 干完我就走 还有什么条件都说出来 还有就是 分成就按咱上次说好的办 但是您得先给我一半 行 行 那就干 小姐 小姐 实来呢 实来走了 走了 他去哪了 没说 只说过几天就回来 小姐 我们干活去了 小姐 我们走了 走了 老 老爷 实来呢 实来 走 走了 上哪儿了 不 不知道 好像是出远门了吧 他摔被车还回不回来了 也 也没 没说说呀 这个兔崽子 来给沈总闺事 孙总就算 老爷 生气伤干得悠着点 老爷子 不就一个普通育工吗 你大不了受那个气 让他走就走吧 你懂什么 从这育工家没起 也不是十来一个人 是吗 爹 他十来不就是咱们家 小小的育工吗 有那么重要吗 他要这么那么重要 您能下那么狠手 肯定是生气跑了 那你为什么不把他留住呢 那你给他打跑了吗 我没法寻觅 是吗 我没法寻觅 你不用我 你不想帮你 先打译 不想帮你 你没办法 帮我点子 乔 本来这件事应该我自己去办 可是现在东北的邮政 都被你们日本人控制了 你自己去办和交给我去办 还不都是一样的 你就放心好了 梅子 你知道吗 我这篇论文里写了 东北的狱 和东北的狱文化形成 我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可以说是独注一掷 如果它要是发表了 我相信一定会引起轰动 真的 那太好了 快 试试我做的 好吃吗 好 要知道 在我们日本 女孩子要是不会烧菜的话 很会叫不出去的 我以后嫁给你 我要学习一双中国菜 好 来 梅子 哥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要去一趟大连啊 去大连 嗯 去大连看了吗 我要去给世奇邮寄地址考察报告 我看看 世奇说 这是考察玉石的论文 要拿到英国的世界地理杂志去发表 你把它交给我吧 这两天我们诸事会社的人 叫去大连的丸铁总部 让他们直接寄到英国 又快速帮忙 真的 那太好了 走 回家 嗯 白琪啊 这半个月都过去了 你这河门鱼能不能搞来 如果搞不来 我就不等了 立马打刀回复 对 打刀回复 这官团座也是 是 这做生意 一定要讲究童所无欺 你不能像拉风箱一样 今天有 明天没有 明天有 今天有的 你这么着 游先生 我明天就帮你落实这件事 徐沐行给个通话话 行 你放心吧 好 我等你的好消息 告辞 慢走 游先生 陈总 陈总 你那河门鱼 到底那连个眼都没有 那游先生可要回南方了 你 你别见 回去 你 我这儿正给他 弄着河门鱼呢 你才跟他好好解释 解释 我解释不了 他要走就让他走好 别见 这说话河门鱼就到了 陈总 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咱俩可是合伙人 你不会连我都蒙吧 离开 行 既然这样 我也就不满名 那你啊 就跟我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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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水烧开吧 烧开点 行 一会儿啊 把那边弄好的石头 也都包在羊皮里头 哎好了好 包好了拿过来 哎好 来 来把那石头搁进来 那块那块也搁进来 把它填上 怎么出来啊 你这弄到底行不行啊 哎呀你放心吧 我这么干过 听我的没错 来 别忙忙活了半天 别白忙活了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这是 啊 你们要愿意干就一块干 要不愿意挣着钱啊 就都给我滚带 出来 呦 郭叔 二少爷 你们这是在造假 喝门浴呢吧 哎呀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 我们这也是在做一组实验 哎 花姐 你可别忘了 这里还有你的好处 关门 哎呀 是二少爷呀 我是二少爷 你怎么每天晚上 回来得这么晚呢 你是司令吗 我什么时候回来 还得跟你汇报一声吗 老爷早已有事 在房间等着你呢 你说他不好好陪着白牡丹 没事老找我干嘛 关门 爹 你啊 我爹呢 爹 爹 不开拓 我想好了 把这事儿批拖了 别在自卫团干了 啊 回家干着正经行事 爹啊 我这不是给咱家撑门面吗 我还是现在不干 那不就爱人家欺负 撑什么门面呢 你没听见现在全现代人 都骂你们自卫团呢 这小孩把你们自卫团 都编成顺口溜了 你知道吗 说你们自卫团是 自卫团像群狗 跨了个祸枪满街走 关大脑袋试个球 摇头晃脑像个熊 说喝下老二像个猴 上蹿下跳没有头 见着土匪撒腿跑 欺负百姓跌发愁 你听见没有 把我都编进去了 老爷 你啥时候看咱家怀琪 欺负过别人哪 那从小到大 都是别人欺负他的 怀琪啊 听娘的啊 闭嘴 把这屁边了 不要跟这关灯脑袋干了 跟他干没好下去 爹 你慢走啊 儿子 听你爹的啊 枪子不长眼睛 万一缺不个少腿的 到时候娘咋活呀 对 听我爹的 闭嘴 何华铁 又要让咱爹给撞了吧 习惯了 三天咱爹要不撞我一次 我觉得浑身痒痒 撞就撞吧 谁让她管我叫 谁让我管他叫爹呢 你说我可真佩服你 你都成滚道肉了 别吹 有灰 就咱家老爷子 别说我 咱娘 谁敢跟他玩硬的 玩不玩横的我是不知道 可这老挨爹搂的人 我是知道 哥 我不跟你闹了 问你个事 石莱去哪了 这石莱去哪 能不告诉你啊 那他要是告诉我 我还问你干什么呀 他这次突然就走了 我感觉好像躲着我似的 哥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石莱到底去哪了 哎呀 你就放心吧 那石莱有手有脚的 那么大个人 虽然是笨了点 咱不傻 丢不了 放心吧 向哪儿去啊 哥 我今天就告诉你了 你要是不告诉我 我就不让你走 行 那咱俩就在这儿战一宿 战一宿就战一宿 我又没有事 行行行服了 服了服了服了 行不 侧耳光 真的 我告诉你啊 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 打死都不能说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干活的 时来呢 哪儿的呀 你管得着吗 问你呢 时来呢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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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滑的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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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我一个老长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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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坏了 我坏了 我坏了 没事 没事了阿平静 阿平静 阿平静 施兰 你说你的一声不响了 你就走了 我多担心你啊 裴喜 我都知道 跟不说这事 我跟你们谁说 我恐怕都干不了了 我没想别的 我就想 趁这个活多挣点钱 以后咱们好能用 你也不想一想 你干的是什么事啊 你造假合魔狱 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再说了 这真要是让我爹知道了 还不定怎么回事呢 北京 你看 苏玉玺 那事也让我给办砸了 我在你们家 现在 现在我连头都抬不起来 所以我其实就是想 趁着这事 能多挣点钱 你放心吧 北京 只要这活一完了 我把钱一拿到手 我马上就回贺福 你爹打我骂我 我都忍了 我不图别的 就图咱俩能在一块儿 我从家里面 我就是扪掉了 通常来了 我就是给别人 你专家的话 你争扪得了 你当时怎么办 你走 你幻想咱俩 你要去哪儿 你自己都请我 我能帮忙 我其實你自己想 你不需要 我好你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我看了心疼 北极 你听我跟你说 这样 等我拿到钱 我马上就回去 他们再找我干什么 我都不去了 放心吧 士奇哥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跟你赔个不是 要不这样 你也揍我一顿 出出去 你想炸死关的脑袋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把自己搭在里面 你娘怎么办 家里怎么办 官的脑袋能够这么嚣张 如果没有日本人给他撑腰 他敢问 士奇哥 你说得对 我想了 我再也不能猫在那矿井底下 让这把王不但欺负 男子汉大丈夫 顶天立地 我决定找邓铁梅 找黄先生 投义勇军报这个仇 好 兄弟 依我之见 你不离开绣炎 也能抗日 在这 在这怎么抗日啊 来 你看看 火车有啥可能 最近 老是有日本的军列 从这儿入国 咱们应该想办法 炸他一辆 你说 师奇哥 你 不是在那什么日本什么社里 干活的吗 咋又跟我说这个呀 你到底是干啥的 反正 你知道我不是汉奸就行了 你说得对 你说多了我也不明白 反正我信你 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 就像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 你自己去 我来说 我来说 那